嗨大家好我是Chelsea 今天呢想要来分享的就是 之前在影片下面有很多人问到 就是Podcast的获利模式 然后Podcast有没有办法为自己 带来第二收入啊 或者是业外收入等等的 所以今天呢就要来分享获利模式 那在开始 今天的影片之前呢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按小铃铛 那这样每周都会收到 新的影片通知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那第一种的Podcast获利模式呢 就是我觉得比较直觉的 就是创作者的赞助 就是比方说你的听众啊 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很喜欢你的节目 他就可以赞助你 那赞助的金额呢 从小儿到大儿的 比方说小儿的五六十块 然后一直到大儿的两三千块 其实是都有 那要怎么样去产生这个赞助连结呢 那在现在有一个台湾的 hosting平台叫ferstory 然后他们如果你是使用他们平台的话呢 他就会就是在 他们后台有一个就是 盈利的那个选项 然后点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设定自己的赞助连结 然后可以在上面写说 就是你想要对你听众说的话 像我那时候就是请大家买一杯咖啡给我 然后能跟更多人聊天等等 就是你也可以去写你自己的话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是说 请我喝杯珍奶啊什么的都OK 那我自己的话是大概一个月 可能就是收到零星的几笔赞助奖 那在这边工商宣传一下 如果有一些朋友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助的话呢 也可以点选下面的赞助连结 然后赞助我哦 如果你不是使用ferstory的hosting的话 我记得也是可以用他们的服务 然后在这边提醒大家 他们会收取20%的就是平台的服务费 然后提供给大家参考 这是一个就是立刻就可以获得收入的 但是因为赞助相对的就比较 就随机嘛 也没有那么的持续 不过也是一个管道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第二个呢就是 相信大家应该也很常见的就是 品牌啊或者是产品的业配 那这个业配的方式呢 又有分为几种 那第一种呢就是口播 就是我相信有时候 如果你有在听podcast的话 你可能会在前面片头啊 片中啊或者是片尾 会听到说podcaster他们在介绍说 诶这一次的赞助产商是谁 然后要介绍他们的产品啊等等的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称为口播 那口播的话呢 就是有分成我刚刚讲的那三个部分 片头片中跟片尾 然后它有不一样的价格 通常在片尾的价格是最低的 因为片尾你听众可能已经流失要一些了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听到最后嘛 那片头通常都会是最高的 那这边就也给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获利模式 台湾的一间hosting平台叫做soulon 然后他们的一个产业报告里面有提出呢 其实有85%的听众呢 是还蛮接受这样子的 就是podcaster去使用这样子的业配 然后在他们的节目里面推荐产品啊等等 他们也是还蛮接受这样的广告置入的 所以就谢谢各位就是 很多听众他们就是都还蛮贴心的 就也很能理解说 就是比方说我们业配的东西啊等等 当然是我自己在选择业配产品的时候呢 也会根据我的听众属性 然后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觉得好用 然后我自己真的喜欢的产品呢 我才会推荐给各位 除了口播之外呢 其实业配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你可以去跟他谈说 我想要比方说你今天推荐一个产品好了 那个产品可能是一些理财相关的产品 或者是信用卡 但是请你推荐一张信用卡的话 你可以跟他谈说 我想要做一个主题 那主题可能就是小资女子如何理财等等 那这样子的主题里面呢 你就可以把他的这个产品置入进去里面 就是一个主题性的包装 也是另外一种业配的合作方式 那相对的这个的需要耗费的精力啊 或者是精神 其实就会比单纯的口播来得多 那他的价钱呢也相对会比较高一些 那这也是另外一种合作方式 就是看说到时候如果有厂商在跟你沟通 然后想要去业配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去参考的 好那再来呢就是第三种 第三种的话呢 其实就是跟第二种业配是差不多的 只是呢他的收入来源是来自于分润 分润的意思就是假设今天我在口播某一个产品 然后从我这里连接导过去他那边的 导过去他那边购买的人 假设有成功购买之后呢 他可能我可能跟他谈了一个%数 那我就抽成几% 可能导过过去一个我就抽成10%等等 那这个的话呢很取决于你的听众的购买力啊 还有你自己的导购力啊 跟这个产品的属性 跟你听众的调性 然后还有轮廓有没有符合 如果很符合的话呢 其实导购力很强的话呢 这个其实也可以带来一个还蛮可观的收入的 那这个的话就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在第三种 第三种的话呢就是内容行销 就是你把podcast当成是一个你内容行销的工具 就是比方说你可以分享很多不一样知识型的内容 那让大家去习惯说你这个主持人 然后还有你这个频道所传递的知识 我这样讲可能会有一点小抽象 那我可以举个例子给大家 比方说呢今天你是一个婚礼主持人 然后你可以开一个节目 然后专门在分享就是婚礼的很多不一样的资讯 那分享完之后呢 比方有新人他看到觉得 诶你这个频道还蛮有趣的 然后对于正在准备结婚的他 觉得很有帮助 不管是比方说新人必知的十件事啊 类似像这样子的内容 那他可能就是一直在听听听听听 然后等到他想要找那个婚礼主持人的时候 或许他就会选择你 或者是他就会采用你提供的服务 也是一个Podcast获利的模式 那这个获利的模式呢 其实对比于前面的创作者赞助啊 或者是品牌业配啊等等 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对持续 然后比较稳定的收入 因为你不停的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喂养你的听众嘛 那你的听众会跟你建立起信任感 那他对于在选择服务的时候呢 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可能就会是你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蛮适合Podcast 如果你做知识型内容的话 的一个长期经营的方式 然后还有长期经营的获利模式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那再来呢就是 我刚刚讲到第几种 再来呢就是最后一种 就是订阅的服务 所以如果你是初期就很常在听Podcast的人呢 应该有听过一个节目叫做科技导读 因为我自己呢就还蛮喜欢听他们节目的 然后获得一些科技的薪知啊 如果你是比较忙的人 你可以听他们的节目他们会帮你整理很多最近发生的事情啊 时事啊科技薪资等等的 那他们呢就有推出一个订阅服务 这个订阅服务的话就是他会在根据 他会在根据他们的内容在做更深入的切入点 然后还有更深入的探讨 那你可能就是每个月付一个金额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这些资讯内容 如果你是做跟知识型有关的内容 然后你的内容可以延伸的非常非常的深入的话 我觉得订阅制呢是一个还蛮值得就是参考的方式 然后它也是相较于我刚刚提到的赞助啊 或者是业配来说呢 更长期更适合长期耕耘的一个管道跟获利模式 那我觉得回归一个重点 我们刚刚介绍了四五种不一样的获利模式嘛 我觉得回归一个重点 就是像我之前在影片中提到的 我觉得你要真的很喜欢你在做的这个内容 又或者是你真的对这个内容非常的有兴趣 我觉得才能持续的耕耘下去 因为其实现在Podcast的获利生态啊 或者获利模式啊 对比于YouTube啊 或者是部落格啊等等 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方向或者是方式 我觉得大家都还在探索的阶段 那如果呢 你可以就是一直持续跟于同一个种类的内容 然后不停的做下去的话呢 我相信获利其实是随之而来的 那我记得我之前啊 好像也是经营了就是快要一年 然后才开始让这个Podcast为我带来一些收入 那今天就分享这样 这几种不一样的方式给大家 希望有对你有帮助 那如果你还知道 其他不一样的获利模式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记帮我留言 然后也可以帮我按赞 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